为了对抗新冠病毒 让生活能够早日恢复如常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为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 年长者还有其他高风险群体 未来可能需要每一年都接种新冠疫苗追加剂 来加强人体对变异病毒株的免疫力 根据路透社报道 共同领导新冠疫苗或全球获取机制的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在一份文件中指出 随着病毒不断变异 制药商需要不断更新疫苗来应对威胁 联盟指出 比较高风险的群体应该每一年注射疫苗追加剂 至于一般群众则是可以每两年接种追加剂 莫德纳和辉瑞等制药商也曾经表示 人们可能很快需要注射追加剂来维持免疫力 不过这方面的科学证据依然不足